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 我国的军力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 无论是空军还是海军啊 讲出去都是会让国人脸上有光 不过国防部长莫沙布今天在国会下议院就透露啊 我国的军力现在已经大步如前了 以前在东南亚我们是排名第一的 现在也是第一 不过是斗鼠第一 连曾经军力不怎么样的越南 现在也已经大大超前我们了 那酿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国防部长莫沙布今天在国会下议院 部长问答环杰石回应说 大马目前面对最大的军事挑战 主要还是因为钱不够用 例如大马皇家空军 之前向前朝政府申请的拨款 也只拿到62% 让很多战机和配备都不够前维修 虽然一直大喊拨款不足 但现在已经归为国防部长的莫沙布也为国阵说话 既然西蒙已经执政中央 那么问题就要自己解决 不要再一昧的责怪前朝政府 大家要向前看 不过才刚刚让国阵内心飘来一阵温暖 莫沙布却立刻幽默地补上一刀 莫沙布突如其来的末世幽默 马上引起议会厅内一片笑声 也让在场的国阵议员来不及反应抗议 saya akan berusaha menjadikan Malaysia great again akan jadi nama satu semula terima kasih 感谢观看